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18时候教你制作未然眼镜的课程 今天是最后一节课了 到了为时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也不知道大家这个课程学到现在感觉怎么样 因为后边的编程的那个部分确实是 有一点小小的难度 应该说不是很难 这在我编写的程序里面算是比较 中等偏下吧 可能中等都到不了 算是比较稍微简单的程序 大家可能看了代码之后就更容易理解了 今天呢是最后一节课 按照惯例呢 我们会像以往一样 那么把这个课程总结一下 好 今天呢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内容去讲 然后主要是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个课程 我们这个课程学习的内容 从最开始说起吧 是VR眼镜的这个原理 以及DAVVR眼镜的材料选购 这个介绍了从哪儿采购这些材料 然后说了一下VR眼镜的这个制作 我是开着视频跟大家演示的这个制作过程 全程的这个直播 大家可能也是 当然这我这个摄像头不是质量不是特别好 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清不清楚 我看视频回放的时候应该还可以 基本上能看清每一步是怎么做的 VR眼镜呢 它这个眼镜体制作完了之后呢 剩余的主要的任务 我们都在这个蓝牙手柄上了 那么蓝牙手柄制作的时候 我们先是看这个模块的选购以及区分 我之前也是买了一些不能用的模块 比如说这个SPP和这个 部分兼容HID协议的这么个模块 这种的话呢 就属于 没法在我们这个实际的蓝牙手柄 这个项目中应用的模块 因为它这个硬件是一样 它里面的固件程序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需要区分一下 然后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这个蓝牙的HID协议 这个协议呢 是继承于USB HID协议的 包括键盘鼠标 手柄等等这些 人体输入设备的 跟上位及通讯的这么个协议 至于这个协议本身的内容 我们并没有过多的去接触 因为这个实际上跟我们 应用开发人员来讲 这个关系不大 我们只需要知道 它满足协议的格式 发送什么东西 能达到什么效果 基本上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深究这个协议 那是研发协议的人员的事情 应用工程师 没有必要去搞这个东西 所以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 不是说我偷懒不想讲这个内容 因为这个内容 我跟大家耗了好长时间讲 但实际上实际的效果 是没有太多意义的 我们基于这个HID协议呢 使用蓝牙模块 实现了这个鼠标键盘 还有手柄 这三个主要的功能 然后呢通过软件也实现了 在这个三个功能之间的这个切换 这三个功能呢都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每个功能呢 我们都举了一些小例子 键盘这个例子举的相对少一些 但是 是呃组合键你会用的话 那么其他的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了 因为组合键是这个键盘里面最难的了 最后我们这个键盘按键也是实现了 跟我们商用的按这个键盘一样的模式 就是你按住功能键不放 但其他键一直都会处于特殊功能模式 然后也不会因为功能键盘起来之后 就阻塞别的程序的执行 那么这个已经比较接近这个实际的呃 应用的键盘了 手柄的话呢 我是呃一直以来也没有找到一个 特别合适于使用手柄玩的这个2D游戏 所以也比较遗憾 没有跟大家呃 用游戏来演示一下这个手柄的功能 但是我们主要是配合眼镜嘛 这个眼镜的配合的游戏呢 我下了一些 大部分游戏他不用油柄 都不用手柄啊 直接通过这个传感器 呃 感应手机的这个 呃 像重力传感器啊 加速度传感器啊 等等这些就可以了 然后 配合手机就可以玩了啊 游戏有一些也用不上手柄 所以呢 我们这个手柄模式也是主要用来看视频的 啊 看视频的话呢 就可以用手柄方便的这个播放暂停啊 然后 我选择退出啊 还有选择这个偏远啊 等等这些啊 是一个比较方便的 呃 工具啊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个 呃 蓝牙手柄跟VR眼镜放在一起讲的原因 因为你空有一个眼镜 呃 虽然能看视频 但是 其实我感觉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我 我为了 我贝克的时候 嗯 先买了一个维尔眼镜 然后 嗯 觉得不是特别方便 然后又顺带买了一个蓝牙手柄 但是这个目前市面上卖的这个蓝牙手柄 我觉得 因为 安卓系统 它的这个 标准不统一 所以这个手柄呢 呃 在不同的手机上用起来效果还不是特别一样 然后呢 iOS系统呢 由于它又比较封闭 所以这个手柄呢 跟iOS系统呢 配合的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现在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 不过也能大部分功能也都是可以用的 啊 如果我们学了这个课程之后呢 可以用自己的技术去改变这个手柄 或者自己做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手柄的话 那也是一件 啊 挺好的事情 是吧 我们 呃 蓝牙手柄呢 模块 啊 学习了很多 然后我们其实也还学习了电路焊机 啊 以及这个电路焊机的调制方法 啊 跟大家说过 怎么用万用表去查找这个虚焊的地方 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技能 哈 但是对于一些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学员来说 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你开始动手焊电路之后 你就可以焊 做好的PCB 然后你就可以焊 双层的四层的六层的八层的十二层的都可以焊了 那么希望今天走出这一步之后 大家可以走得更远 啊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一个很逗的地方 就是我们采用分析法得出了蓝牙模块的这个键码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当时说这个键码是什么呢 说明说上也没有 官网上也没有 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全靠浪啊 啊 不对 说错了 我全靠猜呀 所以呢这个分析方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啊也是一个大家啊作为枪路式工程师或者是啊软件开发工程师一个必修的内容 就是要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答案的啊 也是东西需要靠自己去分析得出 然后啊作为这个课程的辅助呢 我们也学习了STM32程序设计的方法和思路 呃也学会了使用跨平台 开源IDE 开发STM STM32处理器 呃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 呃学完这个课程之后呢 大家应该能掌握了一下这些技能 就初步掌握吧 也不能说呃熟练啊 千万在我的这个个人简历里边至今没有出现说什么精通什么什么这样的字样 我顶多用到熟练掌握或者熟练使用 所以呢我们这个课程啊这么短的时间 呃要说大家完全掌握这些技能 那就是吹牛 但是初步掌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我们应该掌握这个STM32单片机中断的使用啊 这个中断我已经讲的算是够透彻了 啊下降员上升员下降员通知触发 然后怎么处理这个两种边缘通知触发的情况啊 都已经在程序里边说了 还有就是应该掌握这个Eclipse 它的这个开发单片机的这个使用啊 这个IDE是一个很很好掌握的技能啊 大家不要觉得啊我从KO转过来会有什么问题 Eclipse在使用的体验上 我觉得是比KO要好一些的 当然这个跟个人习惯有关系啊 嗯 但我说的这个是不太评价 因为我 四年前用的都是KO 就连续用了好几年KO 呃用KO的时间可能还不止四年 得有七八年了吧 KO 然后后来这两年我就彻底转到Eclipse上 你会觉得这个体验更好一些 然后我们应该掌握这个DIY这个啊 VR眼镜以及各种小电路的这个能力啊 这是没不用说了 这个大家跟着这个课程做下来之后一定能掌握这个能力 因为你是网络全自己做下来的 还有就是分析选购电子元器键的能力啊 我们这个课程中选购的最大的也是最贵的就是那个蓝牙模块了啊 大约一百多块钱啊 虽然贵了点但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我买的便宜货基本上都不能用 然后也是很坑坑的 然后 这个蓝牙模块呢可以让我们顺带的掌握一下这个蓝牙键盘鼠标手柄的开发啊 基本上比较嗯 有坑的地方或者是比较难的地方我都跟大家提过了 所以应该初步掌握这个能力 尤其是鼠标我们几乎就已经往往正上做了一个鼠标出来 然后这个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一步一步走过来应该有 有一点呃有一点积累 就是学到这样一个技能就是从无到有开发一个产品原型的能力 我说的是产品原型哈 因为这个我们做的这个蓝牙手柄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商用的手柄的话 确实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要走 因为这个结构设计 还有这个电源供电 还有这个处理器 我也不能用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处理器 也是比较浪费的事情 所以这只是个产品原型 就是把所有的功能验证一遍 然后带着大家玩一遍啊 做个眼镜自己玩一下 虽然说是原型 但基本上代码都是可以附用的 就基本上可以直接拿来用 呃 那么这个课程回顾呢就到这儿啊 最后呢 也谢谢大家一路走到最后 然后呢 呃 个人的一个感悟就是想法比什么都重要啊 希望各位同学 再接再厉啊 不要限制自己 呃 不要觉得有什么事 一定是自己做不到的 也不要觉得 我现在有的技术条件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有想法 再付出努力 那么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呃 所以呢 希望各位同学在这个自己的随意道路上越走越远 好 然后我们期待下次课程再见 那么下次课程呢 或在国外录制 就是说有可能会在国外录制 因为我最近在办这个呃 出国访问的这个手续 但是也不知道最后办的结果怎么样啊 呃 如果办事实义办下来的话呢 可能呃 再度录课的话 就是有可能在国外跟大家录录制 然后呃 如果是时间比较紧的话 可能也就是国外期间就不录制了 那么就一年后再见了 然后希望各位同学啊 各位八戒为时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 你们更要好好学习呀 不要偷懒啊 呃 最后还是要谢谢各位同学啊 这个听我吃牛吃到最后 然后终于把这个吹过的牛都已经实现了 好了 那么课程就讲到此为止 那么最后还是谢谢大家 那么 呃 同学们再见了